1983年时,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确实提出了加强技术教育的理念 包括推广计算机教育,但这只是印度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方面 印度人计算机水平较高的原因涉及多个因素 不能单纯归因于1983年小学生学习计算机的政策 以下是影响印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些主要原因 一,政府政策和改革,使用1980年代的政策支持 虽然英迪拉·甘地推动了技术教育 但1984年继任的总理拉·吉夫·甘地在推动印度的计算机化进程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它大力支持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推动了计算机产业和教育的普及 经济自由化 1991年印度实行的经济自由化改革 对信息技术行业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际企业进入印度市场,促进了软件和外包产业的发展 二,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 印度理工学院,印度拥有一系列世界知名的技术和工程院校 尤其是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IIT 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高水平的计算机科学人才 为印度的信息技术行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工程教育普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 印度大量大学和技术学院开设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科 培养了大量的软件工程师和IT专业人员 三,信息技术行业的兴起 是软件外包行业 1990年代,随着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兴起 印度成为了全球软件外包和技术支持的中心 美国和欧洲公司将大量的软件开发 IT支持等业务外包给印度 这大大提升了印度在全球IT领域的地位 印度本土IT巨头 印度本土公司如塔塔咨询服务 TCS、印福瑟斯、维普罗等 成为全球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参与者 提供全球软件开发和技术服务 四,英语优势 印度是一个多语言国家 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 使得印度人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具有优势 IT行业的许多标准文档 编程语言和全球交流都以英语为主 这使得印度工程师能够轻松与国际市场接轨 五,全球移民和人才外流 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IT人才 移居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 在硅谷等地占据重要职位 促建印度在全球计算机领域的影响力 同时他们的成功也带动了更多 印度年轻人进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 总结 1983年要求小学生学习计算机的政策 确实是印度科技发展中的一环 但它不是印度计算机水平高的唯一原因 印度信息技术的崛起是多方面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政府政策支持 高质量的教育系统 全球化进程 英语优势 以及印度在外包和软件开发行业的成功发展 感谢观看